因為這像是在要到很多地方都會在佈地 在台中就有民眾這區說這個街頭行為 所掛這個國旗掛在路上的一面 會方向該是一個降半旗 應該關頭要調整就是 為了引擎像是國旗和國旗恩貴 台中市府最近在市區道路掛一點六萬民國旗 但是台中高鐵站出來 建國巴羅一帶國旗是掛在路上一面的地方 有民眾在地風民設社團 如果像是港半旗 應該只要要出三十多才不會讓人五歲 可以再掛上面一點吧 比較不會誤會 對啊對啊 我覺得這樣可以啦 沒有那麼的嚴格啦 民眾的看法不一樣 台中市用公廠是表示掛太高的影響到路上的照片 掛家的影響到行車動線 不過都回去現場發現 掛的位置都已經刷比較高了 台中市府理好 若說不今年國旗恩貴的地方都講話 第一次輸用無人機來載恩貴 配合在臉當時來訪演會 不過前總統蔡英雄在臉書這幾天 上市國旗日 因為民青是台灣National Day 中華民國沒去 他們出席在出席 今年的國旗台會 慶長會主委由釋坤時表示會再來邀請 我還是以國旗慶索會的主委來邀請馬前總統能夠來參加我們國旗大典 那不過我們邀請就是說我們也要尊重對方的選擇啦 對於中華民國生日快樂我們表示我們的心意 那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們在我們的各種的logo裡面 中華民國我們的國旗就是主軸 台中市長樓市員對馬英雄的質疑不願意繼續評論 只要講到身為國旗演會主辦單位 一切文宣都有電視國旗 歡迎全國的民眾使教到台中來感受國旗的表演 記者台中報道